文大宿舍争议风波不断 绿营议员几乎一天一爆料 眼看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被穷追猛打 台北市议员陈炳辅跨区到现场关心会刊 娃洪威则是秀出公文 强调出租宿舍一切合法 我看到都发局局长 还讲到说什么这个跟大湾北段一样 请你回去找找看 台北市都发局过去发的公文 我们一个政府怎么会出现两种态度 我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说词 来告诉民众来告诉市议会 为什么之前市政府的官员的论述是错误的 国民党籍议员要为自家人护航 把矛头指向都发局 认为过去市府官员在101年就办过会刊 隔年也发公文回复宿舍出租的合法性 校方也按规定如期申报公安 如今却要推翻前朝官员认定 质疑市府双重标准 整个使用的现状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也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台北市政府也没有说这样子不对 101年他们去理刊 已经是文化大协租给文大的学生了 不是我们自己在经营 当初协助侯友余太太任美玲 规划宿舍出租事宜的律师陈佳瑶表示 民国86年申请集合住宅使用执照后 是经过市府认定可以作为学生宿舍出租 如今却又被质疑涉及不法 希望市府出面说清楚 让争议早日落幕 台坡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民财宝报导